请收看 混元禅师报告 王禅老祖天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各位维心圣教 义经大学书信班所有的书信同修阿弥陀佛 我们继续来攻占王禅老祖的天位 王禅老祖风水祖书 利人利天 故我举手鼎礼 这个不是只有我们在攻占 连诸天圣旋也在攻占 预防大地天空也在攻占 你在蓝天33天的预防大地境界中 还是少不了风与水 希望极乐世界那么的美 那么的世纪温和 也少不了风水 所以风水 在宇宙西空 在思想界 意识界 心灵的世界 都是平等的 结以天恨人 神与众生 而生命 这一种风水 是大吃大悲啊 曾经我们有一位老信徒 他信仰的宗教是不一样的宗教 人的自由和权利 有一天他发现不对 本来老师 你怎么只讲风水 讲《易经》 没有讲道华 没有讲宗教 他就很奇怪了 听我讲好多数不敢提出来 等到我们下课完毕了 就到后台来跟我 我研究 我说 风水是人 神 天 人 维持生命 维持生存的 最大功德主 功德天 生活 是一个表象的雕塞者 人也是 父母所生的 后天有维华的雕塞者 又高又低又胖又瘦又肥 不同的脸相 那么多 这都是风水 和光所塑造完成的 虚空中的存埃产物 人只是增加一个有意识思想的能量而已 若是你没有风没有水 你能生存吗 不可能 佛像 神像 关在仓库里面 空气没有对流 没有多久时间 他的外表就会脱落 所以风水 而是让我们人存在世间 和万生万物存在世间 同样需要 的元素 那这位先生老信徒 他说 祖父啊 你这样解 我就可以理解了 我跟你说 我不是强辨 而是有疑问 所以我才会来请欲 那么相对的 我们很多同学 孙王善之士 也会 有疑问 为什么风水那么重要 世界上 风水比什么还重要 你没有风 没有水 没有风 就 没有空气 就不能呼吸 就死笑笑 没有水 我们身上 就像枯湿 也不能生存 万生万物 没有水 也是死笑笑 你要吃什么呢 像 地球上其他一些国家 风不调 雨不顺 那国家 变成怎么样 饥饿 贫穷 全部都到了 所以我们这位信徒先生 马上过来向王产老祖 抠三个头 说他误了 误了 那么我们现在 今天 现在 各位都是未来的 法师讲师 那你们有没有误 没人过 啊 就注定了 所以我们要攻占王产老祖 你们 再来 我们再攻占一次 王产老祖 风水祖师 丽人丽天 丽人丽天 故我举手顶礼 所以玉皇大帝 提供 也在赞叹的王产老祖 他的功德天 那么我们 一位众生 小小众生 为什么 没有这么智慧 可以来赞叹 王产老祖 所以 风水学 在人间 你缩小到 日常生活的风水 确实 是一本大 诀问 不要谈那么 深远 谈最现实的 生活法则 风水 是 众生 相互调伙的一规 如果 有人违背了风水 都调和化轴 运气太重 阳气就减少 阳气少 人的细胞身体健康 就会 阴冷 所以 风水学 在一个家庭里 你可以去感触到 你可以去察觉到 为什么家里孩子 那么多感冒 大病小病不断 这和风水都有 很大很大的关系 曾经 我们岳岳信徒 他来到 宣伙室 他来 求王产老祖指点他 住家 为什么家里 住的那么不平安 全家大小病 轮流发生 那我又直觉 我们的家 风水 有六四 六四 一个是门 一二四路 第三 造 第四 神位 第五 是床 床位 第六 就是水塔 你六四 六种 任何一种 你错了 家里绝对不平安 门的方向 对出去 对到项路 对到屋脊 尖尖的 对到对面的柱子 对到对面的壁刀 但是门出去 对到很杂乱的 环境 家里绝对不平安 索岁是多 任你修宗法文 任你拜宗师 都是一样 任你求什么神 求什么佛 求上帝 也无济于事 只有 自己来把环境 修正 这是本 的法则 你懂吗 路 门出去了 路 路冲 灾祸连连 路返攻 返攻 他就是 返不无情 做事 出外 在家 新颠倒梦想 所以各种事情都 一直在发生 为什么这样 因为我们有眼睛 眼睛所看到了 已经违背了 我们身体四天的结构 所以你违背了 这个原则 当然颠倒梦想就来 做事业 员工 反目成熟 那这是必然发生的 再来 赵魏 赵魏 关于一家的健康与平安 赵魏 若是错了 不如本为心圣教 王产老祖所传的妙华 那 家里健康就起问题 所以最近 我一直在出书 本年禅尊华语 希望各位能够 依法来修正 而你谈修行 才有办法谈到修行 不然家里不平安 心烦气躁 那问题就来了 任你在怎么修 还是无济以示啊 尤其赵魏 你安的赵魏 错了 家 你拜什么神 还有自己的列祖列宗 也保佑不了 我们的平安 赵魏所影响的是女主人 女主人的身体不好 那心烦气躁 女主人是主家人 家中的财宝 女主人不健康 财宝 你就守不了 所以赵魏 是非常重要 我们都有 一一的阐述 那么多年 违宴 我们所有的同学们 你们未来 对于 住家 风水的重要性 多研究 多理解 除了保护自己 也不伤害他人 然后就可以帮助他人 赵魏 赵魏 现在 世界上有很多的法门 我们不管他人的法门 哪一个谁是谁非 平安的 就是正法 不平安的 就是恶法 这是两个原则而已啊 所以赵魏 你要朝什么向 我们 混连禅词华语 我都讲得很清楚 你们可以可以到 各分之道堂 请回自己 来保护自己 保家之用啊 而赵魏 再来 就是 我们的神畏 神畏 神畏 神畏关系到 家的和谐 神畏 关系到 家的平安 所以神畏的问题 好 书 讲了 写了很清楚 希望我们的同修 一定要 多读 不要认为他很浅很简单 到时候再来翻 那些都不对了 都已经 不合时宜了 所以神畏 好 神畏是安家里 这人的心神 至于神畏 还有其他的法觉 我们 要 一一的为各位来阐述 好清楚 好 好 再来 第五 床位 那床位 对呢 非常的重要 有的三更半夜睡不着 白天也睡不好 睡了神魂颠倒 照着神位的一个哲学和学问 那床位也是一样 关系到一个人的心神 心不安 神也不安 尤其小孩子 他们 晚上也睡不着 就睡到地上来 原来 原来就风水学 床位的放位问题 不合 风水的法则 当然 小孩子 头脑不清楚 读书 也读不好 早上 睡不醒 颠颠倒倒 过性大便 这都是汉住家 有的风水 有很大的关系耶 所以床位的问题 我也 在风水学的奥秘里面 也谈了很多 说了很多 实际的正道 我们维心圣教 维心电视台 每个 礼拜的三四五六 用玉利人天 由 维心圣教的法师 的 用各种方式 来禅解 希望 各位十方善之士 你们有缘 你就可以来多理解 经得起 考验 经得起 印证的妙法 才是 我们 应该 把它 落实 执行的 尤其 我们是 维心圣教 一经大学的 未来的法师 讲师了 你这些风水学 是最关系到 人的生活 关系到家庭的平安 关系到众生的和谐 众生不和谐 天下就不太平 天下就大乱 所以风水学 这本学问 是要经过长期的验证 正道 结果我们维心圣教 我们法师讲师 都正道了 正道 无限的天机密 我相信 各位 要 先功利得 在举手之间 举足之间 你就可以做到很多很多的功德天了啦 所以风水学 这个床位啊 我仔细看哦 很多信众大斗的床位 床了去买了什么特别好的床 里面有什么磁场 那过水一年 若是你床位 方位错了 按错了 这你有什么磁场 也变成乱流磁场 所以我们 不要只迷信你 哦 现在新出来的 一个床有几十万 那 过水方便啦 好 简单的 一块榻榻米 睡了 到 很健健康康的 大有人在 这一点我希望我们所有维心闲事同学们 大家要注意 生活品质 不是说辞 就是好的生活品质 而要符合 洪水学 才是生活 品质的好品质啊 到最后来 我们的水塔 水塔是关系一家的平安 水塔在 最好在龙边 虎边能够避免就避免 若是没有的话 我们就要用 全空爱星 的安水箱的方式 也可以化解 这个烦恼 这是我们维心圣教 所有维心闲事 法师 讲师 你们共同的天命和责任啊 祝福各位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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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共同的天命和责任啊 谁知道 您共同的天命和责任啊 您共同的天命和责任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